我們要去澳洲 要去澳洲 自助旅行的第一手則 要接受多災多難 祝你帥氣 我把起床叫我多療癒 我們來黃金行 給各位我鼓勵一下 好帥喔 超Q 很可愛 這是高鼠肉 他們這裡真的都會吃這個 歡迎收看妮萱來了 這次要去哪 我們要去澳洲 要去澳洲 好爽喔 然後我們現在要準備去登機了 待會要飛快十個小時吧 八個半 布里斯本八個半 對我們要去布里斯本 然後這次預計要去八天 扣掉前後的飛機大概六天 這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 搭搭搭搭搭 你要跳傻 有這種居高症嗎 我超級居高症 你的居高程度有多高 我很高耶 你多高我就多高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是搭那個首服梯 搭到二樓往下看我就會可以吧 你這麼誇張喔 我很誇張啊 我超級恐高耶 其實我們這次的特別來賓就是 怪怪 然後 這是我們第一次一起出去 單獨出國 對啊 重點是我要做這個跳傘的挑戰 我有先去觀摩她的影片 她的影片爆幹沒 我不知道她怎麼辦到的 然後說她有恐高 就是笑好不好 只有笑到底好不好 Tips就是表情觀力 對表情觀力 好 好 好啦那我們要準備飛 八個小時後見 耶 我們到布里斯本了 到了到了 我發現其實蠻熱的 你看我看我把我的長袖 對 我還在了一些很厚的外套 欸我們兩個 這行李合理嗎 女生的行李真的很可惡 哈哈哈哈 而且 我跟大家講 有人 來之前 行李超重 對啊 還好你沒有拿那麼多東西 對 我就借裝了一下 對啊四公斤丟去你那 你是把整個家都帶出來 對啊一定要的啊 真的很扯欸 然後我剛剛其實 在飛機上的八個小時呢 人生第一次在 飛機上月經來 然後痛到一個 真的是痛爛的那一種 還跟空姐求救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給藥 所以我後來就獲得了一個 氣球裝的熱水袋 就給我熱敷這樣 然後空姐還有送了一個 這個暖暖包 我覺得很貼心 長榮航空 讚讚讚喔 我們的租車是找這間 人呢 他寫他們的營業時間是到11點 但我們已經等了十幾分鐘了 這裡都沒有人 嗯 該不會今天要露宿 布里斯本的機場的BOB 所以我們的呢 大概快半個小時之後才發現呢 哈哈那個櫃台是不會有人的 旁邊另外一間租車跟我們說 因為要去國內線 然後 國內線的櫃台才有 他們海關真的是 對台灣很友善 對啊 他完全不用 就是全程都自重通關 也不用check行李什麼什麼 我們就這樣出來了 雨走到了 他竟然藏在一個 國內線外面的 停車場裡面 我們租這台 四天 花費是 223塊澳幣 但是要200塊押金 所以他剛剛刷了我們400多塊的時候 嚇噴 後來才發現 喔原來是200塊的押金 出發我們終於要去我們的Airbnb 度過我們的第一天晚上了 日助旅行的第一手折 要接受多災多難 接受啊 哈哈哈哈 沒有 你該願啊 哈哈哈哈 我們抵達黃金海岸了 這個風有沒有 海邊的風有看到嗎 海邊的風 晚上的11點54分 我們要來吃第一餐了 我們現在決定要吃一個東西 Hungry Jacks 然後超酷的澳洲的漢堡王 不叫Burger King 他叫做Hungry Jacks 為什麼是捷克不知道 本台灣的餐點 超貴 一個漢堡要340塊 哇賽 那只好吃這個囉 2.95塊 笑死 然後連套餐都不能點 單點 一波三折的第三折 我們現在回不去我們的Airbnb 因為我們連停車場都進不去 因為我們連停車場都進不去 怎麼辦啊 只能吃吃 Hungry Jacks 解解氣了 我發現我這一瓶 沒有辦法回憶的情況 最壞的打算可能需要 這樣一個預訂做一個取消的 可能先讓你知道 OK了解 那 我在這邊登馬子嗎 呃 營燒的 落難三人組 現在確定進不去 房間 因為我們根本連密碼都沒有 都想到了一個接法 就是呢 我們要去前面的酒店 跟我們接電話 我們跑來隔壁的飯店求救 我們跑來隔壁的飯店求救 不不不 這是生命 而且我是YouTuber 所以 我想要 哈哈哈 謝謝 謝謝 借電話求救 完全答不通 這間飯店的人超好的 就是他幫我們 他說他幫我們看一下 那個Airbnb裡面的 謝謝你 我的名字 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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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 大家都很喜歡 對 我喜歡澳洲 我也喜歡你 我也喜歡你 OK 結論就是 是 喔 我發現了 結論就是助理 助理刷鏡 完蛋了 完蛋了 乖乖 乖乖 我跟你講喔 你的助理要被FIRE了喔 因為有人沒有Check E-mail喔 這裡 從這邊進去 那是不是你沒有Check E-mail 你完蛋了 My name is Ellie 你好 我都害羞了 你必須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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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台灣嗎 我必須向我 我必須向我 我愛台灣 歡迎台灣 很漂亮 我知道 是YouTube嗎 YouTube YouTube 天啊 神神的大門 你終於打開了 你終於不要囉嗦街頭了耶 飯夜一點多了 我們才剛Check E-mail 晚餐也還沒吃 一波八折的一天 好了今天實在太累了 明天再見囉 早安 早安 是我們的第二天 終於 對我們終於 平安的度過了昨天了 你今天好像洗床心情 你覺得怎麼樣 超好 是不是有一種 昨天也不算什麼 對 我們現在還是開始要享受 都懶了 對 因為住到這一個 我們其實是租Airbnb 對 然後我覺得這間超級推薦 真的 裡面超大的耶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開箱 開箱 沈浸式開箱 哇 這是我們的房間 而且我們一抬起來就可以看到 這是粉紅色的房間 跟Tiffany綠的那個窗簾耶 超美的耶 而且 等一下大家去看一下 當然我們今天也穿姊妹裝 真的 真的 看一下我們那個 直接住在黃金海鞍旁邊 而且客廳又很大 重點是我們是海景第一排各位 我們是海景第一排 超美的 你要起床就有多療癒 來 再來再來再來 去看一下我助理的房間 很大喔 你看助理住的比我們大 這合理嗎 不合理啊 為什麼助理住這個房間 而且助理自己有自己的衛浴 這合理嗎 不合理 怎麼 完全不合理 然後它最後也是 它這邊自己有陽台 它有自己的海景第一房 對 憑什麼 你看超美的啦 天啊 這是真的海景第一排 然後陽台超級大 這個可以在這裡住 三天 所以我們住了三天 三天這樣子多少錢 三天加稅金 定量原價三千多 加稅金大概一萬六千 差不多 對 一個晚上大概五千多 一千多 我覺得很OK 因為它只三個人share 它就像一個小家而已啊 對 然後甚至可以住到四個人 所以這樣其實一個人分下來 沒有多少錢 五千塊分四個人 一個也才一千多塊 真的 好美喔 但是你就可以享有海景第一排 太美了 超美 耶 心情超好 走喔 去吃飯了 走吧 我們要去吃第一餐了 對 我們要去吃第一餐 GO 我們來黃金海 啊 這個就是我們Airbnb 一下來馬上就是沙灘 來給大家看一下 哇塞 絕美 整片整片都是喔 登 給各位莫福利一下 就是你知道 一定必須要有的泳裝吧 有沒有 登 他要等 現在在拍北照當中 他要等 要保住好 黏著黃金海岸的旁邊 全部都是吃的 來了 吃了才發現沒開 點了兩個國品 雞肉 這是sweet potato 然後就是超好吃的雞肉 墨西哥捲 好吃好吃 都好吃 裡面還包那墨西哥米 這感覺可以吃超飽的 嗯 很墨西哥 可以喔今天可以喔 然後每一道菜平均價錢都是 大概21塊到24塊奧幣之間 這樣一份400多塊左右 還行啊還行啊 耶 大家午安 今天是我們在布里斯本的第三天 現在時間已經是下午了 我們今天不小心說要中午 一餐都還沒吃 然後還在那邊說 要一早起來那個曬太陽 結果我還是有去曬啊 有啊他有去曬 對啊 很舒服欸 而且你都沒有黑欸 有啦 還是有一點 沒有還好 我覺得真的 來澳洲其實 黃金海岸真的要擺久一點 對 但我們這次真的太趕沒關係 因為它這個海真的很舒適 超級糗的 對 然後今天我們下午整個行程就是逛Outlet 這個地方它叫海港城Outlet 然後這也很酷喔 它其實是整個澳洲最最最大的Outlet 而且人家說 如果你沒有來到這裡的話 你等於沒有來過黃金海岸 GO 必須來逛一下 對 你卡準備好了嗎 我帶了兩張卡 帶兩張是不是 好 那我刷你的 我要考慮一下 可能要爆了 好啦趕快去逛 我們走來了一個 長得很不像Outlet會有的店 你看它的衣服 很美欸 這裡也會有一些這種 就是可能是當地品牌的服飾店 可愛 我們走進了Outlet裡面的美食街 好可愛喔 裡面超多的欸 各種異國料理 餓屬了 然後我決定我想要吃 餃子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 布里斯本的第四天 今天就是 要來面對 跳傘的日子了 然後我昨天緊張到 晚上完全睡不著 結果我們剛剛呢 不小心 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麼從容的出了門之後發現 好像有點晚 雜伴 而且有點塞車 而且現在有點塞車 因為預計10點 爆到 但是我們10點 可能15分才會到 然後10點半飛機要飛 What 該如何是好 這塊 該如何是好 這塊是好 那你就先先說 你先去 你會再去看 你感到這個 沒有 我不客氣 不用客氣 我沒客氣 你也好帥喔 帥喔 粗矿的 可以喔 可以喔 你第一次去玩嗎 對 好緊張 很緊張 你很好 你也好 我也好 我愛你 我相信你 那是我 你 你 我好 我好 對 確實 我們會沒事 OK Skydive time Yeah 看一下哪一個是妮萱 她應該等她上面玩很久 沒事耶 那個是妮萱 妮萱 只是比較慢跳而已啦 歡迎回來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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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She did very well I'm so proud of her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It was amazing Hello I love you Taiwan 好玩嗎 超好玩 超好 從頭到尾打開眼睛 有 超好玩 可怕嗎 一開始而已啦 就跳下來其實還好 我覺得是 你在等待的過程 比你跳下去還要可怕 原來你有從頭笑到我嗎 有 我一直謹記在心 不管你要都要笑 因為我一開始有點緊張的時候 我有感受到那個嘴唇 開始要顫抖的時候 馬上笑 超好玩 超推薦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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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快 很像跳樓 對 會嚇到 可是因為它已經高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看不到那個高度 對 超享受耶 好玩喔 我們現在搭直升機了 我們現在就是要在這個平台上搭直升機 到了 現在我們要搭直升機公大寶嬌 兩個蛙人要下水 要清潛 現在去看珊瑚了 哇 好明顯魚耶 哇 好兵樂 太Cute了吧 這個也是在這個船上的其中一個 配套行程 就是可以大家這個搭直升機你們停下來 然後就是直接看到珊瑚在你的旁邊 然後跟大家講一個 應該很多人不知道的行程 就是你來到這邊市政廳拍完照之後 其實可以走進來 然後 然後在裡面就是逛一逛之後啊 它是可以上去它中塔的最頂端看風景 然後記得啊就是上三樓之後 你要拿那個事先預約的這個證 然後要跟櫃台有點像check-in的感覺 所以記得一定要上樓的預約 因為這個是有線名額跟時段的 我們在中塔裡面 看上面 這整個結構都可以超完整的 因為我們看到它是免費的 它不用任何門票錢 但是記得先預約 我覺得這個行程如果有來這裡 也蠻值得上來看看的 因為我們搭的是百年電梯 然後這是百年中塔 就是等於你身在一個古蹟的裡面 值得 終身想起的時候你不會想要在裡面的 因為真的很大聲 超美 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因為我們有提到就是跨石區的部分 所以你看喔 現在是兩點半 等一下我們一個小時的車程後到 也還是兩點半耶 順利還完車了 我們現在又回到布里斯本的機場 然後現在要去國內線check-in 好安 早安 現在又是一個一大早 今天一樣六點起床 欸沒有今天來要七點 七點 七點起床 但是我們昨天一樣很晚睡 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開始去 今天一點穿的 肉帶雨林行程 對肉帶雨林行程 但我們等一下要先搭一個小時的籃車 然後這個我也超期待的 因為我很喜歡搭籃車 你會怕 我不會 我好像會 它是透明的啊 底下不是透明的 哦 蛤 可惜了 它這邊呢是整個南半球最長的籃車 它長達7.5公里 是典型的澳大利亞官物片 它這邊有一個APP可以做到籃 非常貼心 然後 所以一路上去它根據定位 它就會該講話的時候就會講話 這邊我覺得很值得來的是 一方面做籃車看風景一方面是 它是世界的什麼 自然遺產 自然遺產 所以它對於生態保育做得非常完整 因為他們當時在建造的時候 就是這一些支架 他們都是用直升機 然後調上來這邊 因為他們為了不要破壞這裡的生態 我就是超值得讚賞的耶 澳洲人超讚的耶 你看我看我自己的手 好我們下來第一站 它中間會停兩站嘛 所以第一站是洪峰站 然後這一站呢 它其實是 會下來讓你走一個森林步道 就會繞一圈再回來繼續往上 這邊就可以欣賞到它的 很完整的生態報 我們在森林裡 超舒服耶 這裡有一個透明的步道 然後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步步 感覺更近一點了 美麗 我們抵達終點站 庫蘭達站 然後這裡其實全長7.5公里 大概花一個小時的時間吧 就走走看看 然後它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 這邊的紀念品店是 拿來維護這裡生態保育的 所以請大家多多花錢錢喔 走吧 要花錢 我覺得這裡的紀念品店 蠻好的耶 就是它東西都超級精緻 很有質感 就雖然價錢貴一點啊 但是 你知道可以保育生態 這個錢錢可以花 你們聽的是音樂聲 我可以覺得聽得比較厲害 沒關係 大家有沒有聽清楚的話 我下次來再跟你們說 看看有什麼講解 哇 我們在過水路了 好晃好晃 你們大廂這個地方 很多地方但是哭不出來 欸 嗨鼠 他不理我 嗨胃胸 這裡的是可以餵帶鼠 可以摸帶鼠 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個胃胸的話 這邊不能抱 但是你可以很近很近的看到我回手 超Q 這邊有一隻在睡覺 這裡的袋鼠都是可以摸的 哇 耳朵好大喔 超大 而且他們好軟喔 他們超溫馴的 食火雞 然後它是 在澳洲瀕臨絕種的動物 重點是 它是一手龍的近親 它是恐龍的近親喔 我們現在來了他們的劇場 土著的一個舞蹈表演 然後待會就要開始了 所以等一下是不能講話的 但是它就是會有一個環狀型的劇院 然後前面有 我們要去體驗的 我們要去體驗的 你看他們的家庭 給你們看一個可愛的東西 咦嘶 這裡可以跟衛媛拍照 而且可以抱它 但是不能拍照 就是我們剛全程是沒辦法拍照 錄影 但是有這個真的很可愛耶 超級值得紀念的 很可愛 我們來了一個很神秘的景點 它叫做金字塔山 然後為什麼叫金字塔 因為它這座山 就是它露出上面尖尖的時候 其實很像金字塔 然後就是它這邊有點像是澳洲的富士山的那種感覺 旁邊都是甘蔗田 看一下 就這裡看兩邊都是 兩邊都是甘蔗田 然後但是因為這邊已經被 就被觀光客弄成 拍照拍到最後已經變成一個 算是網美的拍照身體 是在打卡點上面找得到的那一種 真的很美耶 我覺得這裡蠻值得開車來一趟 就是可以拍大片 那我們現在在等那個尖尖露出來 小心頭啊 來小心車 天啊 歸雞把本人耶 天啊我第一次看到果子裡 它長得好可愛喔 尬的太可愛了吧 現在在烤我們待會的晚餐 然後今天在這裡吃巴比丘 自己的肉吃雞烤 然後給你們看這個肉 它是看起來像牛肉 它是袋鼠肉各位 大家聽起來都會覺得很殘忍或什麼 可是因為這邊袋鼠實在太多太多了 所以在這裡吃袋鼠肉其實就像我們 在台灣吃雞肉這樣的普遍 然後雖然我也是有一點害怕 但是這回美食家的我 我應該等一下會吃吃看 好我來吃囉 如何 嗯 其實不講 我不知道要帶鼠肉啊 我覺得 口感 蠻像 牛肉欸 蠻好吃的 欸真的不是殘忍喔 這是他們這裡真的都會吃這個 來到了在地美食 一定要嘗鮮一下吧 正對面就是 你看我們面對的一大堆袋鼠吃東西 來了 他吃得吃飯了 他來了 他來了 早安 超大雨欸 對 雨超大 而且他從最後到我們做完行程的時候 他就狂一下下雨站 老天俊鼓 所以知道他們還要連下五天 超扯的 對你看我們已經要離開了 他們才下大雨 好幸運 謝謝 幸運之神的捲 其實凱恩市沒有那麼容易會看一次 剛好最近是他們的幾個人 對啊 可以大家避開這些時間來 才是實在是可以唱這樣好玩的 沒錯 然後今天是最後一天站在台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想說 就是 來走來這個 他們飯店附近有一間很有名 這間是超多當地人都會吃的早午餐店 然後很多人推薦 畢下4.7 超新高欸 然後不知道到底怎麼樣 想說一看現場超多人 想說來吃吃看 然後待會再去逛完藥妝店 我們就要飛回去回去 過了這八天的 我們要回去台灣了 我真的覺得很捨不得 我覺得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 大榜交籤子 因為這個 我一定要不想 從我們原來好要來澳洲的那一刻起 它第一個起點 第一起點就是 大廁大廁大廁 學前選手 我先被告訴我 我那天我應該是大榜交籤子 沒想到我這麼快要實現這個 又到我清單了 真的 我的話 太好難吧 那是我的原生清單 成就一個 很值得拿來炫耀的東西 你老實說 怎麼這麼一個洪人弄 我跟你講 我在坐飛機 在等待 在看別人下 一個一個這樣咻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一點都沒有 真的有嗎 有 醫生一定要淘在一起 你不會厚 意外的澳洲 任何一個地方 廁所都超乾淨 很乾淨 真的 我們去很偏僻的山區露營 然後跑路露營 這地方我們你們的公廁 都真的有意外 對 他們說他比較少 乾淨的爆炸 跟我家有的 大到裡面等於一個泡房大小 對啊 超級扯 這點讓我真的覺得 很不可思議 很意外 澳洲人他們很nice的這件事 讓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真的很友善 非常友善 就是這次讓我體驗最大的改變就是 因為澳洲對我來說太陌生了 所以我是親自來到這裡之後才覺得 天啊 我就是一個真的 還放進旅遊行單的一個地方 真的 我覺得下次還要來 我們一約好 我們還要再來陌生跟雪凌 我們願望就是回去好好存錢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來這裡跨年 對 所以回覆呢 就大概是這樣 我們待會要準備去打飛機 所以 再見了啦 我跟大家說再見了 我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謝謝 掰掰 掰掰 好的 我們在一陣飢餓當中 照拍 忘記錄了 現在是在選擇 笑死了 但這間真的很好吃耶 我覺得是我目前來到這邊吃到早午餐最好吃的一間 因為我們吃了三四家吧 這間是我覺得目前第一名 然後它的名字叫做周娃 我覺得如果有來拍的吃的話 超值得來這邊的 看我們吃成這樣就不知道 而且助理甚至把盤子 剛剛電然收盤子還說 這一盤幾乎要填乾淨了吧 吃得超 對啊 電然還說它那一盤是不是有去填盤 吃得精光耶 剛剛很好吃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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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tight 小鈴鐺